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天气比较热 你看我都穿短袖了 前两天还挺冷的 穿着棉衣羽绒服 今天穿短袖了 我在想北来说要做红薯 红薯八八 就是红薯淀粉的八八 但是天气热 所以我就做个红薯凉粉得了 一碗的红薯淀粉 配五碗的水 就一比五的比例 这么多 我先做一次看怎么样 红薯淀粉倒过来 倒入一碗的凉水 这里倒入四碗的水 两碗 三碗 四碗 把火烧起来 把水烧开 把这个水和淀粉 给它搅化开 这是淀粉吗 嗯 红薯淀粉 对 这种方法可以很多 比如说弯的淀粉也可以这样做 这是很简单的 搅一下 等这个水开了 我们再倒进去 这水开了 我又怪小一点不太大 你以为吃过这种 小桌 没有 以为让你尝试一下 这个红薯淀粉 就红薯凉粉 把这倒下去 很快的 也要搅拌 小火不能大火 要全部成特米状 就可以了 现在还有白的 白的就证明还没熟 要不断的搅拌 不搅拌它底部的话会摘的 这个快特米了对吧 再搅一下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开着很小的火 不能用大火 好 现在就关火 你看这是特米的 是吧 是吧 里面放一点点的水 又要好脱模 也要把这个倒下去 把这菊改下来 都没浪费了 我下面一盆氧水 这样放着 它才氧得快 来 它也刺眼的很 就这个 红薯凉粉要配辣椒 我烤点辣椒 这人在这上面烤 你这样吃过没有 没有 没有 要不要尝一下 哇我刚刚吃水饺了 你真是给水饺杠上了 天天吃水饺 对啊 要把这个辣椒烤软 烤熟啊 夹起来 拿去切一下 这烤辣椒其实很好吃的 用柴火烤的话 外面的黑黑一层就不要了 把它撕掉 把这个切碎 我们喜欢吃烤辣椒的 烤辣椒烤茄子烤西红柿都可以 烤出来的辣椒很香 它和那个直接炒的那种味道又不一样 把它剁碎一点 来放这里来 你还要再切点蒜末 这个切碎 切末末 这切的是辣 其实我是压寨夫人你知道吧 被谁抢去了 不是 压在寨子里架不出去的那种 对 压在寨子里的 出不去的那种 这是压寨夫人 准备好了 看到没 给它切出来 加点水 切一点 这样才不会粘 你看 这就是红薯凉粉 然后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直接这样切 不需要在那个菜板上切 这样 看到没 嘿 我第一次做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 加入点剁辣椒 准备调料 一点的酱油 鲜酱油 这个要鲜酱油 再把这个蒜和青辣椒放下去 这不需要盐的啊 我不需要油 再加点盐 凉开水倒下去 再来点白醋 白醋米醋 不是太多 这太热了 靠在树上下面 凉快一点 看吧 去尝一下味道如何 哇 可以 嗯 天气热吃一碗 这个凉粉很爽的 吃起来很舒服 哎 这个红薯凉粉啊 它是滑滑嫩嫩的 比那个米豆腐滑嫩 各有各有的味道 我觉得 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才知道味道好不好 这鱼 一定可以看一点 还会有点 抓住 冰糖 吃 油 吃 冰糖 一碗就吃没了 这个辣椒烤一下 配点多辣椒 配点蒜 还配点一点点的米醋 吃起来酸酸辣辣的 这个做法就很像我们这边 米豆腐的那种烤汤汁吃 还可以用那个白蒜汤做也很不错 很不错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很简单 这五花豆粉红薯淀粉都可以这样做 挺好的 下午快五点了 太阳挺大了 我们买了一些苗回来 有黄瓜苗还有富瓜 富瓜就是你们说的叶开花 对吧 对 还有冬瓜 对 把这些种一下 这个是富瓜 你这边种富瓜吧 对 踩着过去 这样过去啊 嗯 直接种嘛 我帮你找苗了 这是富瓜 对 应该是富瓜 也搞不清 不要种太别上了 到中间里 嗯 不用拨开 它这个会里面有洞 它会那个的 挖下去 它里面有营养液 抽 抽 所以 嗯 不用 哎 用背啊 对 你用那边到时候改吧 开始 就完了 你这不带帽子 你这帽子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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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弟还没摘 都是摘的茄子 小猪 这是草莓 快来摘 摘草莓 你看自己种的草莓 你看摘两颗草莓 这个椰了 是不是 哦 这是断了 再看一下有没有别的了